有過去有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變性的病人會 收入會比較短 但是現階段的醫療會認為說 並不會影響這種醫生 那你後悔當然只可以再用 你變的方式再把它變回去 但是變回去之後 這個男生已經不是原本的那個男生 以前都會有很多人 長輩都會說 啊怎麼變性 變性會 Demia 之類的 也是對於這個說法 的確 的確過去 他就認為說變性的病人 做完手術之後 應該是會比較好 但是過去在國外他們有些研究 他們認為變性的病人 他們的這個 收入有的 比沒有變性的差 當然 但是當然那個研究 第一個他研究已經很久了 第二個 他沒有很好的這個 去做 調選病 就是去採選病 因為 而且他的那個變相會有一些問題 而且那時候早期的手術 不是那麼好 所以沒有包含有些後悔的毒 他生活可能不經歷效 然後生活變性 自殺 不利 或是不用藥物 這藥物包括一些毒品 然後還有包括荷爾蒙 在用荷爾蒙的時候沒有按照 那些廚房的劑量 你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個發生的機會 或是他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好發生心血管疾病 人種的問題也有 所以 有過去有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變性的病人會 收入會比較短 所以會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但是 現階段的醫療會認為說 病不會影響這些醫生 不會看出有明顯會影響這些醫生 但是沒有大規模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 你如果是說 把跨性別的病人 有些人做 有些人不做 有些人只說 只用荷爾蒙 就等於 三個族群 然後再第四個族群 就是說 一般的女生 這四個族群去病 就是 雙反的時間去病 比看他們 某些疾病的好話 還有他們的壽命 你這樣才能知道結果 但是這個研究會花很長的時間 而且它數目要夠大 所以你就才會看得到 比較準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樣的研究 所以這其實也沒有辦法確定 對 但是我們現階段能看到就是說 很多病人 你不怕他做手術 都要跳樓了 嗯 你要不怕他做手術 我以前的經驗是說 我們過去有那個 弘總經常就有主任打個電話 我們最近能不能安排手術 能不能幫某個病人安排手術 病人已經吃了四種抗瘍一個笑 每天都想著要跳樓 你今天情況有點不好 非常不好 你不怕他做手術 怎麼辦 現在看到的是現階段 看到的問題 我們就沒有辦法考慮到 二十年三十年 你現在現階段不幫他處理 可能就看不到兩個人過的事情 那天有一個病人來諮詢 講接下來我身上的例子 我說你在十九歲 每個人都考慮了一筆記 不要那麼急著做手術 他講的句話 有一個人把刀子插在你的背上 然後他講 你二十歲以後 我看他把你刀子掉 他就這樣講 這是他們自己的內心的想法 我想想以後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二十歲才把他刀子拔掉 那醫師剛剛講的就是抑制很堅硬的部分 那有沒有就是有後悔的 那這個東西才有辦法再回去嗎 有啊就是還是會有後悔的 那在國外用後悔的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那我自己的病人當中是 也有後悔 我遇到的時候他來跟我講到後悔 但是我請他回去看鏡頭的醫師 但是他也不願意繼續看到 我就繼續跟他保持聯絡 然後看他將來是怎樣 他也不是說真正後悔去做這個手術還怎樣 之後他沒有辦法像他以前當男生那樣子 某些快感 或許是女生都是這樣子 但他也不知道 我也不會知道 但是他就來跟我講說他後悔做這個手術 所以我是希望說 每個人在做手術之前 一定要好好去了解 你到底將來會遭遇到這什麼手術 好 思考清楚 再來考慮做手術 那你後悔 當然只可以再用理變的方式 再把它變回去 但是變回去之後 這個男生已經不是原本的那個男生